我们来看看在After Effects里面的话 它的关键影格有哪些类型该怎么切换 那一般我们所看到在AE里面都是这一种菱形的 那它是属于线性等速度的方式来前进 所以呢其实整体的一个动画效果上是相对比较机械化一点 第二种类型是定格 以我们目前来讲的动画方式是从左边上到上面再下来 那么在中间这个关键影格你可以直接按右键 有一个Toggle Hold Keyframe 按住之后呢你会发现关键影格形态改变了 这个时候在我们后面的这一段原本的动画也相对就消失了 也就是说前面呢会是向原本的方式进来 因为它前面还是属于Linear In的部分 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关键影格之后后面就停格 一直到下一个关键影格就直接跳过去 所以这个是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是AutoBizia自动被知曲线 那以我们现在的动画来说 它从这边到上面再下来是比较属于折角式的 那么我们可以在中间的这个关键影格按下右键 Keyframe Interpellation 把Temporal Interpellation把它改成AutoBizia 把Spital Interpellation也改成AutoBizia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关键影格已经变成圆形 而且在路径上已经有一个比较平滑的路径产生出来 第四种ContinueBizia连续被知曲线 其实跟AutoBizia自动被知曲线很雷同 只是我们自己来调整被知曲线的控制项 一样进到Keyframe Interpellation 可以在这个地方把它改成Bizia 按下OK后 在我们的画面上就很明显看到 我们被知曲线的控制点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利用它来个别做调整 你可以同时注意到我们的关键影格 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类型 最后一个Linear In Bizia Out 这个其实是我们常常在AE里面使用的一个方式 让它以比较非等速度的方式来进行 可以在关键格上按右键 Tiffin Assistant 你会看到有三个主要的选项 Easy Is Easy Is In Easy Is Out 那么Easy Is Out就是我们在这边所提到的Linear In Bizia Out 按下之后你就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关键影格类型就改变了 那么从整个画面上来讲 也许这样不容易看得出来 但是我们打开这个图示的方式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目前我们所改变的在这边 它的一个行进的方向已经不再像我们后面这边是属于等速度的 好我们可以先把画面动作先还原一下 这是原本的等速度的方式这样前进 但是套用的 Easy Is 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会跟我们刚刚的Continue Bizia 连续贝斯曲线是一样的